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它说Z1表现成极式 它是cos 15度加i sin 15度 那Z2呢,是cos 72度加i sin 72度 它叫我们求这个Z1四次方 Z2的五次方 那四次方的话呢 根据利美佛就是把15度呢,把它四倍 那么Z5次方就是把这个72度给它五倍 所以呢,这个运算呢,我们就直接下去运算了 这个Z1四次方乘上Z2的五次方 那它就应该等于把这个Z1 这个极式里面的角度呢,四次方 把它四次,四倍 那所以呢,这边就变成了4乘上15 15度 然后再加上呢 I sin 4乘上15 15度 那这个Z2呢,它是五次方 五次方的话呢,也就是把这个极式的这个角度 72度啊,把它乘上5 5乘上72度 再加上I sin 5乘上72度 那因此呢,你这个把它乘开以后呢 它这边就变成了Cos60度啊 再加上I sin 60度啊 然后乘上呢 这个5乘72度啊 5乘72度就变成了360度啊 再加上呢 I sin 360度啊 好,那么Cos360度是多少呢 Cos0啊 Cos0是1吼 那Cos0是多少呢 Cos0是1吼 那Cos0是多少呢 Cos0是0吼 所以后面这整个括号呢 就是1吼 那因此呢 我们把它乘开以后啊 这个Cos060度呢 就是1分之1吼 那么 360度2分之3吼 然后乘上这个I吼 那后面这整个括号呢 就是1吼 后面这整个括号是1吼 所以就不要管它了吼 所以这一题最后答案就是 1分之1加2分之3I 好,那这是第一小题啊 那接下来呢 这个第二小题呢 它是把它除了之后呢 再下去呢 把它十次方 再下去把它十次方 那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除一除啊 Z2除以Z1 你把它十次方 那么 两个复数相除啊 根据前一节啊 Z2除以Z1 就是呢 把它的角度相减啊 所以呢 这一个 它们两个复数之后呢 就变成72度 减掉15度啊 72度减掉15度 再加上I3的72度减掉15度啊 好,那么这个十次方还在外面啊 我们还没有处理这个十次方啊 那因此呢 这边呢 我们把72度扣掉15度啊 它就变成了这个57度啊 变成57度 所以呢 中间这个部分啊 我们先把这两个复数相除啊 就是把它集市的这个角度相减啊 把角度相减 那再加上I3的57度啊 57度 好,那么这边是十次方啊 十次方 好,那么 这个集市呢 中间相除处理好了之后啊 接下来就使用这个利美佛定理啊 十次方 那么利美佛你说呢 就是把角度给它乘十啊 所以这边就变成cos的570度啊 再加上呢 I3的570度啊 570度 这个我们把它插一下啊 这里不需要这个括号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下去呢 计算这个570度啊 cos570度呢 到底是多少啊 那么cos570度呢 其实呢 同学就直接下去旋转了 因为这个角度呢 不会很大啊 那么我们转一圈呢 好,我们下去转一圈呢 同学知道它就是360度啊 它就是360度 那么570度呢 就是把360度啊 你还要再下去旋转210度啊 我把它相减啊 还要再旋转210啊 所以你从这边转过来呢 这样是180啊 然后再转过去30度啊 这样子呢 就是570度了啊 好,这样子就是570度 那因此呢 570度啊 它所形成的这个直角三角形呢 在第三向线 那它实际上是一个30、60、90度的三角形啊 所以它的三个边的比例关系应该是2比-1比-3 好,这是它的这个三角形 那因此呢 cos570度呢 就是2分之负根号3 然后3以570度呢 就是2分之负1 然后再乘上这个i 所以这一题这个最后答案就把它表现成像这个样子 那这个大角度啊 在做的时候呢 如果你公式记不得啊 就像这样子啊 我们就直接下去给它旋转啊 那你把中边画出来之后呢 做直角三角形啊 那通常题目都会安排所谓的特别角